健保总额协商结果在今天出炉了 由于西医的基层跟医院协商破局 医界跟付费者代表也没有取到共识 最后是以付费者代表的方案成长率4.605% 还有医界的方案是成长率5.171% 两岸病城送卫福部核定 明年度的健保总额协商会议历经了14个小时终于落幕 健保会在今天公布结果最后决定把两岸病城 在长达14个小时马拉松市协商 就中医亚因门诊透析达成共识 医院西医基层协商破局 跟付费者代表更是没有取得共识 最终以付费者代表方案成长率4.605% 9207.5亿元 还有医界代表方案成长率5.171% 9257.3亿元两岸病城 预计在10月的委员会议确认之后就会报警 卫福部核定 如果你保障点只要保障的话 他们不断的充高自己的服务量 这样子不是没完没了吗 又要再用全民的拿税钱 再去把点子再补起来 跟总额的精神就不符合 总额之所以不够是因为医生充量 你没病你会去开刀吗 就因为我总额不够嘛 对不对 所以我会限制你这个不能看 你要很严重以后才能用某个药 你的预算不够的时候 其实最后就民众的健康权益是受到伤害 其中的争议关键就在医治代表提出 含药专款归零 要改由公务预算之意 付费者无法接受 毕竟医疗照护不应该因为疾病 而有差别待遇 而这个做法等于是斩断 近1.7万含病患者的治疗生机 他会两边都看一下 各自的一个论述 然后做最好的决定 他不认识哪一种方案 到年底的安全准备金 都有一个月以上 确定没有要调张保费 最后就看部长邱泰远 如何顶案 记者卫权一灵反而太不好懂